哈囉大家好 我是Rina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日本的高松市 我們今天住的是一個Airbnb 到時候可以再附上相關的資訊 在下面的介紹 讓大家來參考 那我們今天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吧 我們今天來這個 他其實最多可以住到 12個人 那我們今天總共有9位 可以看到說他在進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選官他有提醒 就是自己要把鞋子放在這裡 進來玄關的左手邊 他是一個四人房的 榻榻米的房型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到怎麼去開 中間這個燈的 暗門在哪 那可以看到他其實空間很大 我覺得其實可以睡到6個人 大家可以看到這真的是 榻榻米 然後在榻榻米的旁邊呢 他還有一個兩人的座位 那因為今天是晚上 其實我們住的他這個房子算在巷子裡面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景 就先不開這個窗戶給大家看 那我們再走過來 他還蠻 就是很日式的房間 就是說進來的時候 房子 進來的時候你不會直接看到 像台灣可能直接看到客廳 你進來的時候他可能是走廊 然後有各個的門 那因為我們很多人都已經住進來 所以可能看到門都是打開的狀態 那在到第二個房間的時候 他就是 衛浴的部分 可以看到他的馬桶是分開的 那在樓上其實還有另外一間馬桶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然後他在這裡的話 他雖然是Airbnb 可是他附的東西非常的齊全 你看包括這個body tower 都有 然後還有你該用到的一些換洗的設備 這裡也都有 只是說他沒有一個什麼特別的品牌 但看起來就有一種無印良品的風格 那再進到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他的淋浴空間 雖然是小小的 但是整個就是 很有 有沒有一種櫻桃小丸子他們家的感覺 然後他有一個很小的浴缸 所以如果你能夠人壽 就是坐在裡面的話 你也是可以泡澡 然後在他的外面他就有洗衣機跟烘衣機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帶那麼多行李 很適合來這裡 那再進到這個地方呢 他就是客廳 進來他就是一個長桌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客廳跟餐廳做一個融合 然後在這左邊呢 就是一整套的廚房 他的廚房相對於我之前住過的其他日門房間 我覺得是比較大的 設備滿齊全的 包含有這個煮米的 然後煮水的 然後該有的一些器材 你看包含那個烤箱跟微波爐他都有 在這裡呢 有一個大冰箱 可是他冰箱原本是空的 這都我們自己去超市買的東西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來這裡的話 可以先去超市 開買你想要的東西 在進來到這個門裡面的時候呢 他其實在左邊 是一個很有氣氛的陽台 就是一個小小的 我覺得有點像天井去做的一個空間 所以在這裡他其實也放了兩張椅子 那因為現在晚上所以可能這個景不是這麼的明顯 應該說還沒有景 但應該說亮度當然就是暗的 那我們再往後看 他這裡所講的是一個六人房 但我覺得實際上他其實可以睡到九個人應該完全沒有問題 他這整個就是很像小叮當櫻桃小丸子的風格 而且在進到裡面呢 他這裡也是還有衣架的一個空間 欸他的燈怎麼 喔這裡這裡 Sorry 欸不對 這是開這個的 剛剛他又有點拉草 喔這裡 喔他這裡都有一個開關之後才能把 看來燈是打不開的 這個我們在慢慢研究 那他基本上就是都還是會 亮了亮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就還有一個衣架 然後就一張椅子 這樣那我們去二樓看看吧 上來到二樓呢 一進來的第一個門 他這就是另外一間房間 這裡的開關實在是太隱密了 都需要尋找一下 喔這間就很明亮 但他就是一個普通的三人房 他就是三張的單人床 所組成的一個房型 所以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個 簡約的風格 但是就跟樓下榻榻米完全不一樣 那再來到隔壁呢 喔很純 因為真的是有點大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衛浴的空間 可是這邊就只有馬桶 所以這是適合說 因為畢竟很多人來 可能有些人在洗澡 馬桶有可能又有兩個人想要 使用的時候就還蠻適合的 那這是一個小陽台 這裡面外面基本上沒東西 就不特別看 那我們再走過來 他還有一個玩具間 這個很適合有小朋友的家庭 因為他公司裡面就放了一個染骨頭 然後還有一個小木馬 可以看到在這裡 然後這裡就是一些兒童書籍 雖然都是日文的 但畢竟小孩學語言的能力比較好 也許會有幫助 那在右邊他其實還是有放一些其他的玩具 可以讓小朋友來玩 那我們再走到外面吧 那基本上就是盡頭了 在最後這裡 這個其實算是一個大陽台的空間 就是說沒有必要化 或者說除非你有要涼衣服 不然的話應該不會特別走到這裡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